17岁的女孩来到古堡借宿,遇到六个吸血鬼帅哥,然而他们不仅是想吃了女孩,还说她是兄弟六个的新娘,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? 夏娃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,开学之前,父亲安排她在一间古堡借住,却不想,刚来到门前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。 但是夏娃并没有在意,而是走了进去,然而这里阴森的让人毛骨悚然,最终夏娃在沙发上发现了一个男孩,可是男孩的身体冰凉,还没有了心跳。 就在夏娃想要报警的时候,男孩突然抓住了她,而且还说想要吃掉她,就在她要下口的时候,一个叫脸丝的男孩突然出现,原来刚刚的那个红发男孩叫做凌人,夏娃说是爸爸让自己到这里来的。 之后林斯带着她认识了自己其他的四个兄弟,他们分别是绿眼男孩李仁,紫发男孩情人,白发男孩昂和黄发男孩凶。 可是奇怪的是,他们几个对着夏娃垂涎欲滴,看到她就好像是看到了美味的食物,个个都口水直流,原来他们是六个吸血鬼。 而一个神秘的大人说过,要送一个新娘给他们六个,夏娃一听就吓傻了,一个17岁的女孩怎么可能成为六个人的新娘呢? 但是他们几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太好,看着对自己垂涎欲滴的几个人,夏娃吓得赶忙逃跑,可是这到手的新娘,他们怎么可能会让人心意溜走呢? 就这样,夏娃在偌大的古堡之中不停的奔跑,最终找到一个电话,却不想电话也被剪断了,而且每个出口也都被锁上了。 无奈的夏娃逃进了一个神秘装饰的房间,在这里她见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,可是还没有看清脸,她就感觉一阵的心绞痛,而且还在这里发现了爸爸的日记,从日记上她才知道自己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 突然,六兄弟出现在眼前,直接就说她是他们六人的食物,之后几个人就抓着夏娃不放,最终夏娃被他们折腾的给晕过去了,当夏娃再一次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,但是身边已经有两个吸血鬼在等着她了,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休的时候,脸丝拿来了衣服,让她赶快去学校报到,路上他们还给夏娃拿了补血的食物,这样她的血才能够供给六个人,之后几个人就分别进了自己的学校。 之后情人,李仁和夏娃在一个班级,可是李仁等不及每位的食物在身边的诱惑,于是第一个吸了夏娃的血。 虽然夏娃极力阻止,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,这时脸丝出现,让她送夏娃回去,却不想,她直接把夏娃扔进了游泳池,看着不会游泳的夏娃不停的挣扎,她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,那时候自己也掉进了水里,但是旁边的女人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,想到这里,李仁下去救了夏娃, 顺便又是饱餐一顿,这让夏娃的身体虚弱了不少,之后夏娃又来到了那个神秘的房间,却发现日记里的自己都已经消失了,晚饭的时候夏娃没有见到凌人,几个人也都全部不欢而散,当夏娃回到房间的时候,凌人突然出现,还直接就在她身体之上留下了两个草莓,这娇滴滴的声音真是不让人想如飞飞都难啊。 然而,就在夏娃准备去洗澡的时候,修突然出现在了浴缸之中,还让夏娃帮她脱衣服洗澡,这是要来鸳鸯欲吗? 就在夏娃疑惑之际,修说出了自己的身世,原来她和凌丝是一个母亲所生,而里人、情人和凌人是其他母亲生的,昂是另外一个母亲生的,说完这些,她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,那时候家里发生了大火,而她逃了出来,想到这里,修把夏娃拉进了浴缸,对着她的脖子就是一顿的猛吸, 但她也在夏娃的身上,发现了凌人游下的印记,可是她还是难以自拔的,吸了夏娃的血,毕竟,她的血是独一无二的,而且滚烫的,让人难以自拔,刚回到房间的夏娃,又遇上了凌人,当她知道修已经吸了夏娃的血之后,就拉着她,找了修质问,没有想到,引来了里人和凌丝,两人还篡夺着修和凌人比赛,奖品就是夏娃,最终,修赢得了比赛,获得了夏娃这个奖品,故事到了这里, 也就结束了,魔鬼猎人这一季有12集,这是123集,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关注下面的剧情哦,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